我是史考特,台湾出生,13岁移民美国 曾经对人生非常的困惑,生活也过得差强人意 直到34岁那一年,突然接触到灵修和量子物理的知识 将他们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之后,人生终于有了明显的进步 现在我担任美国上市企业执行业务总监 管理最高业绩团队,同行业绩全球冠军 同时也担任南美洲古老萨满仪式,神圣草药的携帮人 引导上百人参加灵性仪式 这个podcast是记录对我自己最有帮助的一些概念 如果这些概念对你也有益处,欢迎一起分享 请搜寻史考特给自己的笔记 这本视频报道有意思,我是金贤 今天呢,我们说人都爱听故事 我想你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 马改普世 有一个出名的记者 叫做卢士祥 还把马改叫做台湾的文人 今天要说的故事呢 是对他很重要的 一个很重要的人 后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的人 就是他的太太和中聪明 不过今天在说他的故事呢 就知道原来他的名字是橙子 中橙子 访问的是台义的国乐歌剧和橙子开花 这是说他马改夫人一生的故事 访问是他的答案 曾慧成 来,曾导你好 金贤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答案 因为我觉得我们对马改普世 看伯父啦 像万岁去说万万外去 对,对,对 还可以拽高 尤其当台湾很辛苦的时候 他这世人在这里 他的夫人的故事 大家较不了解 你先告诉他 他太太是什么样的人 他太太啊 他太太其实是 在五谷啊 的一个同样媳 媳婦啊 对,他是一个同样媳 然后其实 你知道吗 同样媳就很小 很小就到丈夫家去了 嗯哼哼哼 就很台湾的故事哦 就是先生就死掉了 哦 就是同样媳嘛 其实也没有成人 就走 然后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他的生活就会变得很 因为可能在丈夫家 你会觉得 你知道以前就是那种 就是你 然后戴帅 或是什么 他怎么克死我先生 这种感觉这样子 以前的人世纪 又会归罪他人 对啊 就是女性嘛 女性比较 其实在以前的社会里头 说实话在 在权力上 其实是比较 比较低下 说实话 对 然后 所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 同样媳出身 然后可是他的 他的就是他的先生 就是 反正就是去世那一个 嗯 他阿嬷 嗯 很疼他 嗯 因为觉得他很聪明 哦 对 然后呢 然后后来 后来阿嬷就是 其实我觉得他阿嬷 也是很特别的人 嗯 阿嬷是一个受洗 成为基督 基督徒的一个台湾女生 哦 那当初就受洗 对 对 对 当初就 对 对 对 又阿嬷 很厉害对不对 不感动 不感动 所以他就带着 就常常带着长仔 就去教会这样 嗯 然后就认识了马接 哦 对 很有趣的是 你知道在以前是清朝末年吗 嗯 嗯 说话是清朝末年 女生其实还要绑小脚 嗯 对 然后这个女生 她不要 你说藏子没要摆胖 没摆 对 嗯 所以我就觉得 他生命的个性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想要为自己 活 活自己的生活 这种感 嗯 然后就遇到了 遇到了 遇到了马接 然后 他就不顾家人的反对 嗯 嗯 嫁给他 哇 你可以想象 喂 然后他先生就反正就是 对吧 就是 我不晓得就是 先生死掉 然后 当然就是小时候的事 然后长大 长大到十几岁 他就决定 就决定嫁给一个外国人 而且他本来是 不是智 没有 是智 没有人 有时候没有讨历的 有 可是因为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就是教会 可能去马 读圣经啊 什么 他就开始慢慢 慢慢 慢慢 就开始 对对对 然后 然后很有趣的是 这个女生 就帮助了马接 在台湾的庞教 嗯 然后 重点是 马接还带他 回加拿大 哦 嗯 所以他几乎是 台湾第一个 环游世界的女性 他做媳妇 通常是家庭吃不好 哦 就送出去 做媳妇 说媳妇 也是 那种 都找不到 什么都要做 对对对 更可悲的是说 哇 不变做媳妇 之前 又 又 王宰就过心去 对 以前的人 越想不到解释权 就说 那就是 你都没有好奇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几乎是在 这个 人生没有转机 但是因为 这个阿嬷的关系 对阿嬷阿嬷 阿嬷 所以他 他知道 他在冬告会 有这个机会 给妈给他 祝福 对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 很大的转折 他也很勇敢 对啊 然后他 他跟着马接 去加拿大 然后因为 他们想要 盖学校 所以他们就 去了加拿大 然后等于是 报告他们在 台湾的 传教的一些事情 然后 要回台湾前 张聪明 还穿了 传统的衣服 跟教友们 演讲 哇 是不是很厉害 你看 跟 红色 回去卡拿大 他又跟教友 穿台湾 演讲 这是一个 以前不是 有网络 让你看看什么 公开演说 什么英文 三个月就上手 他演讲 然后 所以 大家就捐款 然后才 成立了 台湾的女子 就是 那个 书院 那 他为何 当 张 改名 当 聪明 因为 马接 认识他的时候 觉得他太聪明了 他说 你以后不要叫 张 你改名 叫聪明 好了 然后他的名字 就改成 张聪明 我们看 汉子 聪宅 就是 青聪 聪宅 跟聪明 其实 发音也差一句而已 这很有趣啊 因为 我觉得 我觉得 应该也都是 你知道吗 就是 张 张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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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叫聪明 所以这次 我们说 台语的队 还有国乐 张 张 开火 就是用 他的名字 对 其实主要是 主要是 因为 故事 其实在写 就是 马杰夫人 他从 我们的写法是这样 就是他从加拿大 那个演讲开始 然后我们就 设想 假想 他在演讲的时候 然后 就讲他的故事 他怎么 怎么 怎么遇到 你知道吗 怎么遇到马杰拉 然后怎么样 加入教会 这些 然后 然后所以 等于是说 一开始是他的演讲 然后演讲 回到以前的 讲 讲 讲到现在 你知道 然后加拿大这个点 以后 再从他演讲 往后面 演到他 去世 几岁去世 他到20世纪初 才死掉 然后 去世 几岁 所以他很长寿 他比马杰 他比马杰 对 还要长 还要长寿 那导演 那导演 因为我们这个 那种台语 那种台语 做歌曲 这个很合理 你前面 这个国乐 是什么意思 其实国乐 就是因为 歌剧 歌剧就比较像是 西方的 西方的声乐 这样子 歌剧的这个传统 比较是西方音乐的传统 但是其实这个表演的形式 就是在古典的音乐里头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极大者的一个表演形式 就是你要演出 又要唱歌 又可能会有一些服装 然后大家走位什么的这样 可是这个是比较是西方歌剧 那国乐其实就是给他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而且也觉得说 这个故事用国乐 其实非常非常的合适 因为就在讲我们 台湾以前发生的故事 所以就用这个 比较我们所说传统的声音 然后配上比较西方人的形式 对 歌剧的形式 所以这个剧本 就开始去想要 做这个中聪明 越是越高兴 这个源起是魏德胜魏导演 对 就是很好笑 他不是很忙的吗 因为他说 他很好笑 他就 我们怎样是说 第一次开会就跟他一起开会 然后就跟他说 因为魏导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找题材 有点不晓得要找什么 这样子 然后就问魏导 魏导就说 他说刚好 就是今年是150周年 所以魏导他宣教150周年 然后魏导就说 他其实一直都 因为你知道魏导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对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长老教会都曾经一直跟他说 要不要可以拍拍马接的故事啊 这样子 那他就研究了一下 就发现 马接太太 比较有故事性 哇这个真的像魏导 他就原本要走这一条 然后就发现这个故事 然后可是他就说 因为他说 他也一直在思考 怎么让这件事情可以承行 然后他就觉得 这次刚好是一个蛮好的机缘 也许可以让这个故事 用不一样的方式 呈现电影这样子 然后所以他就 在那个下午就跟我们聊天 聊这个夫人的故事 然后 我们所有的创作的人都很喜欢 对 然后后来就把这个故事 就交给我们的编剧 就梁月琳老师 然后他就开始寝 那像编这个 魏导和聪明 就是一个人 可是他可以自己 提升 改变这个程度 那做一个 因为大家会看到 麻烦的姿势 以前 大家 给大家 身体不好 变好 其实这是 这个时候就 直接一个需求 可是作为一个路性 在这边也有几次先生 其实他好像 不然因为他讨厌 他也变成一个老师 对啊 就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马杰夫人 他 我觉得 我自己看待这个 这个人 其实 我自己是觉得很特别 因为我觉得他对女性 女性权利的争取 其实真的 你这样看下来 就发现好像是 这个时代的 就是先锋者 因为 因为他创立了女子学校嘛 那以前 你知道吗 以前就是女生不要读书嘛 女子无猜便是得嘛 对啦 乖乖动手 又好好学就好了 对啊 然后可是他就 所以就写了一些 关于他的故事 就认识说 他成立女子学堂 可是他的 有些女孩子的父母亲 就会来抗议 哦 有什么 因为不希望他的小朋友 小孩子来上课 哦 可是马杰夫人 其实造就了一大堆 嗯 女生的 我觉得应该说 就是比较 呃 然后 嗯 然后 呃 知识分子吧 这样子 类似这样的概念 这样 所以 所以也让他们看见 他们自己的命运 可以掌握在哪里 对 所以 就可以看到 其实 如果你当代 现在的观点 就会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 女权主义者 哈哈哈哈 我觉得 可能因为 可能我觉得因为 他受西方教育的 西方社会教育的影响 不过 我觉得 他是女权 就 哎 越想越能 算自己的名字 因为 很明显 就是算过 对 而且 而且他很好笑 他结婚那一天 他又写了一个 就是成情表 这种感觉 哦 嗯 对 就是说我这 就是我就决定 要嫁给马杰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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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嗯 对 他就不怕 不怕别人说话 好 你们旁边 要说什么话 你们说 我就是要介意 对 对 这个算很现代 对啊 你只看他做的事情 不要说他开课 以前都很保守 说 我们下一次 你不要跟他做 社会哦 可以叫我拖牌 那个社会气氛是 很没想到 对是不一样的 对 跟现在真的不一样 那像我单纯一个 算说虫子 一个 用于追寻 自己的命运 虫子 比较开花 这个状态 这样好 是有什么 特别的意思吗 虫子嘛 就好像 就是土里面 好像 我们就随便 鸭鸭 就会生 这样子 是啊 对 然后 他就好像 我们这土地上的 每一个 每一个人 很多人 但是其实 经过 经过生命的淬炼 他其实可以 开出一座 美丽的花 对 这就是 这主要是 我们想要说的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其实尝试 用比较当代的观点 去做他这个故事 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现在 这一百多年后的人 为什么要读 为什么要知道 张聪明的故事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可是就会发现说 其实 就是因为时代里头 有张聪明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的社会 会经由这样子的人 而有些改变 来 杜英 因为我们说 马克服务的故事 和富人 他其实是 很久以前的台湾 对 你怎么要 承诗民 定用台湾的过境 和寡戏 什么不一樣 寡戏啊 寡戏其实 就我们台湾人 比较熟悉寡戏 对 其实 其实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唱歌啊 是啊 然后 然后说故事啊 嗯哼 这种同样 然后 比较不一样的 其实是 比较不一样 是歌剧啊 他 第一个他没有带麦 寡戏的唱歌啊 他你演出 下面一千多人 他不是要带麦吗 有一个小小的 对麦克风 在家里边这 对 因为这样 现在这也走出来啊 对 歌剧没有办法带麦 哈 没有带麦 意思就是 对 肉声 直接唱出来 对 然后要 声音要大到 全部人都听得到 知道 这是 对 自带麦克风 自己 所以 所以就是说 声乐老师们啊 他们其实 就训练很好 声音的训练都很好 唱歌都非常非常好听 然后 对 然后你可以想象吗 就是一个人在唱歌 我下面有那个 三四十个人的乐团 嗯 然后他一个人要 功夫很好 老师们真的功夫很好 然后 再来就是 就除了主演以外 那当然就有群众嘛 对 而且很多 呃 就是背景 你也需要很多的 其他角色啊 对 但因为他们也不带麦 嗯 所以呢 他们人就非常的多 哇 他们大概有四十个人 会在台上 这个合唱团 嗯 然后呢 因为有一些部分会有舞蹈 舞蹈的部分 对 然后 对 那舞蹈的部分 舞蹈有十二个舞者 嘿 所以整个台上呢 大概会有 大概会有将近七十个人 呵呵呵呵 你这个台要多大 哈哈 哈哈 有 因为他的所有的声音啊 什么的都是 都是没有经过麦克风 嗯 对 那个 我刚刚问导演说 因为他这个演出是拜五 一张是拜五 奇怪 你如果跳拜六 就只要早一星期 这样 因为一般来讲 就很好啊 就是五六日啊 最好你还是早上 中午一场笑 晚上一场呢 对吧 我怎么这么严慌 我那会扫生 对 他说 不行啦 要睡 哈哈 哈哈 所以他离开了 要睡 然后因为歌剧就是 其实歌剧就是 其实他的 他以音乐 音乐是很重要 在歌剧里头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所以你会看到 老师们 歌手老师们 他们其实唱很难的东西 嗯 音乐上很好听 可是他有一个难度 哎 你说还有跳舞吗 所以他 他也算是很轻松的 的一些啊 有有有 他有一些 还有 他有一个桥段很好笑 嗯 我觉得 歌的编剧很厉害 嗯 这是杜撰的 我觉得是杜撰的 嗯 就是 马杰苏人 嗯 跟马杰 啊在 在 在 街道上 就是 传教 宣教 嗯 就遇到 党基 嗯 然后 对 读到党基 然后 然后他们两个聊 就是他们两个 嗯 见面 然后写了一个桥段 哦 一个是基督教的成教师 一个是 嗯 一个是基童这样 嗯 嗯 然后 然后 就是遇到 他是 他是妈祖的基身这样 嗯 嗯 对 然后 对 所以他其实里面有一些 很好笑的笑话 就是有一些 嗯 比较轻松的桥段 哎 所以 哦 哎 所谓的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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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流行 哦 他 算很勇敢 就像我们 他的过程 哦 那 但是呢 他刚才有 他选这个先生 他人都要嫁多个人 而且呢 他没有膊子 啊 本来是媳妇啊 他的生命已经有很多 我们刚才很难想象的 一个元素 对 那在这过程 而且故事还能变得很差 而且 然后 其实就很特别 你看就是 回广习哦 啊 最后 加拿大演讲 嗯 这个落差 这是 加拿大演讲 哦 这就是 一般的人 说 叫你 准备 要 卡拿大演讲 他也会 但是 他是 为了 他的故障 为了 台湾 对 要来 设立 说 啊 想要 嚇嚇啊 对对对对 我觉得 那是一个 就 就 无私的 哦 又 又 为了 白人 要 很勇敢 其实 这个剧本 这样 这样 拍起来 这样 大概 多长 其实 有要三小时哦 哦 三个小时 嗯 三个小时 故事嘛 还比较集中 就是说像 他 很认真 讨厌 他在廖时 老师 变老师 他又继承 女子学堂 副学堂 对 其实这对于 我们说 两性平权 他以前岁没这么说 可是他做出来 就是这样 是两性平权 对 就是一个 两性平权者 然后 其实就是我们也在 其实这个才是我可能看到 比较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嗯 我自己在故事里头看到的点 是这一个 因为 因为说实话 他 他经历了台湾 那个时代 很多历史的动荡 嗯 他从 嗯 嗯 从青发战争 对哦 然后因为台湾 台湾也有被 被影响嘛 嗯 尤其在高中跟 淡水 嗯 然后 对 然后其实 那时候 马街其实是 谁都救 嗯 嗯 就他发军也救 嗯 新军也救 这样子 嗯 那就当地人就很不理解 嗯 嗯 你知道吗 对对 你就国外人 对当然就国外人 哈哈哈哈 阿兔阿救阿兔阿 对 然后就会在他生气 这样 嗯 然后其实 其实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 马街夫人在 融入这个社会 嗯 嗯 我觉得对于马街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 一个角色 我 导演有说到 他像一个 一个 对 我给你 还比较认真 随时给你找个 开台湾的 你去到一个房间 不通 对 对 这个 有人是一个 所思 他本身 也是一个台湾流行 对 对 对 可是我 如果把情感拿出来 我就看这个故事 嗯 嗯 觉得张聪明 真的是聪明 因为我觉得 嗯 如果以 我们不管人 跟人的情感 嗯 他们两个 其实婚姻 做了一个交换 嗯 嗯 给我一个自由的生活 嗯 我让你融入台湾的社会 嗯 嗯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对 但他们就是相依相 你知道吗 互相 嗯 就这样子 嗯 就玩这一生 这样 这样 你看这个片子 因为说的也是 一对 一对呼呼嘛 所以为台湾做 很多事情 那我可以 把它 说 这是 有浪漫爱情的部分吗 其实很 我们在剧本里面 很少提到 他们的浪漫爱情 因为 我们有提到 他们的 珍惜对方 嗯 嗯 这件事情 对他们是很重要的 嗯 对 可是我们并没有 把他们谈恋爱 嗯 写这句 因为 嗯 因为在 我觉得他们 我真的认 我真的觉得 在那个 这是我的猜想 在那个时代下 嗯 他是有个小小戏 然后他 你从他小时候 就可以知道他 非常追求 自己的生活 嗯 对 对 然后 我觉得 他应该 是对马有好感 嗯 然后觉得就是 然后马杰 也觉得对他有好感 所以 我觉得他的阿嬷 应该 嗯 从中做梗 哈哈 哈哈 他实在说 刚才一个 很先进 又开明的阿嬷 不是自己的 对 是那个 无缘的 阿嬷 对 然后 可以 对去 你早以前 对去 跟交会 那时候 万里 哦 自己宣估 没有在摸摸 哦 又 够 一个 阿嬷 那时候 对 事实上 这个注定 这个不凡的 人生 对 那 真的 因为要到三个小时 而且这算 个歌剧 他昨天说 肉声就是 你这唱就是 他这样唱出来 就是这个声 他是没加工 没麦 什么都没有 这个要多少准备 而且要三个小时 这个 我们这个 桃子 已经上映了吗 呃 没有 在我们就 马上就要来了 嗯哼 我们就在七月 呃 七月八号 跟七月十号 在那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大剧院里 七月八号 跟七月十号 对 就是 一直是七月八号拜五嘛 对 对 我不是说 我怎么没拜六 拜六就是要睡着 因为在那边要好好表演嘛 哈哈 对对对 啊都是晚上 对吗 呃 一个是下午 礼拜日是下午 嗯哼 然后礼拜五是晚上 好 诶 请问哦 那个台北 表演艺术中心啊 嗯哼 是是在哪一个站啊 就是那个啊 就是 你们在建坛出来以后 就看到一颗球 那大条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那个 皮蛋豆腐啊 有有有 你讲到那个 建坛捷运站出来 有一颗球很大 有没有 对对对对 其实他蛮出名 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会 你先不说 诶这是什么会这样 对 然后因为 我们是 开幕季礼的第二档节目 嗯哼哼 他们准备要开幕 他们七月就是开幕 嗯哼 一月初 他们就开幕这样 那这样的话 那个票价会很贵吗 票价哦 票价应该 还好吧 我没有管票价 哈哈哈哈 导演到处理说 哎 应该还好啦 我没有在管票价 好 我们会查出来 贴在我们 波德武艺术的脸书 哈哈哈哈 但我们可以确定 这组织是一顿 很值得看 不是只有影响表演 还了解台湾的过去 好 我们今天谢谢导演 才是有欢迎 谢谢 谢谢 波德无艺术 最精彩热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